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各位全国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今天是礼拜四 那台北股市呢 今天又呈现一个小幅度上涨 但是随着封关的时间越来越靠近 我想所有投资朋友一定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现阶段到底要不要报股过年呢 其实你只要买对好的股票 你知道这家公司在做什么 产业前景为何 你根本完全都不需要担心 到底要不要报股过年 反正你的股票是好公司 当然是埋了 报股过年就对了 尤其是你的获利 你的成本跟现在的市价 已经有一段差距了 已经有一段距离了 你何需要担心这个问题呢 通常只有套牢的人才会烦恼这个问题 因为他会担心国际股市 他在这个长假期间会不会什么变动 会不会再往下跌 你才会困扰说要不要卖股票 那但是我讲讲真的实际上 应该大部分的投资人 其实早就跑光光了 因为你看融资的余额是不断的减少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大家没信心不敢买股票 而且都在当冲 来你看大盘今天成交量只有830亿 虽然比昨天不到700亿 有微幅的成长 但是还是非常小 所以这个地方盘 他就呈现一个霞幅震荡整理 前面1234 123天 包含今天第4天 大家都在洗洗睡 今天又继续睡 这个K棒都小小 但是人家是稳稳的站在所有的均线之上 昨天看起来好像很弱 好像跌破前面两根的红K棒 好像说这个盘是要回撤了 结果没有 他还是持续往上走 为什么 因为法人在这个地方 他是积极的看多做多 法人的期货 大额交易的期货部位 是在网上增加的 那昨天小跌今天小涨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全市场最关注的焦点 当然还是在谁 在台表科 今天一定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专家 还有甚至很多群组 他一定认为说 这台表科今天公到涨停板 那随后就有人到货 然后打到平盘 甚至于翻黑 今天小跌0.35还翻黑了 那成交量爆大量 这个大量是要4.8万张 跟前面这个礼拜三的成交是差不多的 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你认为是当冲还是放空呢 所以我想大家要特别留意 如果有专家跟你说 这根K棒他卖掌停板 那接下来如果他又说这个地方 他还有这只股票 你就要对他的诚信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来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 今天 这样子从平盘震荡 一路往上涨 收高 收最 公到涨停板 我是完完全全 连一张都没有卖 而且今天我们在低档 也没有做买进的动作 我们今天就是观望 那当然我们知道今天有可能 会因为前天的空单持续增加 在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一段 但是我们也没预料他会嘎到涨停 不过没关系 他既然公到涨停 那我们之前就已经有先做好策略跟规划 我们一开始就认定这个地方 我们的看法就是我们不做当冲 不做短线的价差 我们要抱波段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你自己想 这一段大家都在睡觉 大家都在观望 是谁把他从这个地方拉到涨停板的 不可能是散户 当然是背后强而有力的幕后黑手 做这支股票的人 他可以把他拉到涨停板 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 杀下来 一切都在规划跟预期之中 所以当他做杀下来的动作 一般投资人 会让一般投资人想要做什么动作 第一个看到涨停没锁 手上有的人会怎样 会想卖股票吗 那手上没有的人 看他不顺眼的人会怎样 会想放空吗 好 今天在高档有放空 或者是今天股票 你在高档有卖掉的人 你内心一定暗自觉得开心 一定觉得说我做对了 但是这个地方杀下来 你看他有在往下跌很多吗 昨天前天大前天 过去三个交易日 有放空的人 他有赚钱吗 为什么他只打到这个平盘 被人家买上来 尾盘小幅度的收低而已 如果他再往下收低很多的话 比如说他跌个5%好了 那昨天的空单 他可能就想要赚钱 他就会跑掉 今天这个动作拉上去之后 你涨停卖掉 你被洗掉了 或者说你在这个下来过程当中 你卖掉了 你手上有的你也被洗掉了 你手上没有看他不顺眼去放空的人 空单增加了 你接下来你要小心了 那我们看一下 这只股票 我们什么时候买的 我们在12月22号的时候 那一天我印象特别深刻 在群组里面 为什么那天印象特别深刻 那一天是冬至 我还特别在群组里面 祝大家冬至快乐 当天我们在群组发的讯息是 美国政府关门没有那么可怕 只是短期政治利空 台股依旧走得稳稳的 当天台股也走稳稳的 独家开市 那我们在家里面休息 没关系 我们还是认真寻找台湾的好股票 这一档就是 Leo给这个家族成员 一个庆贺冬至快乐的最佳礼物 他会是农历年前的大红包 看清楚最后一句 会是农历年前的大红包 那最后面是祝大家冬至快乐 这个日期是12月22号 有在群组的投资朋友 你够久的一个月前的 你可以看10点09分 好 冬至快乐我发这张图 这张图是我们当天所发的图 幸福列车上的同学们 冬至快乐 我还放这个图 这是12月22号 礼拜六 这个图有没有 这个地方月的KD指标出现黄金交叉 底部出大量 这个地方12 第二根突破 第三根拉回 第四根小红 第五根是十字K棒 对照一下这张图 是不是一模一样 是不是一模一样 这个就是台表科的月线图 你从月线的角度来看 他就是底部刚刚起涨 你从日线角度来看 你觉得他已经涨一段了 在横盘整理 但是你打开月线 他就是在第一档 我们什么时候就已经买了 看清楚很多投资朋友 因为资质股票涨上来 就很多专家说这个地方他有买 突然他就有了 其实看清楚12月22号 礼拜六有没有 这个是我们系统里面 发抠讯系统 简讯系统里面 我们所看到的一个讯息 我们是合法的证券 头库码 我们是合格的证券分析师 来 6月12月22号 礼拜六 台表科拉回月线支撑 建议37到37.5买进一成资金 他是PCB组装厂 业绩大幅度跳升 前三季EPS就大赚1.22 是9点30分 9点30分 12月27号 我们再建议买进一成资金 这个地方现在就会直接买进 因为公司新增加29条的生产线 去年1到11月份 累计营收创历史第三高 他的营运是真的大幅度出现一个成长 营收创历史第三高 12月28号台表科 有没有新朋友 新朋友再买进一成资金 直接买进 旧朋友要确认 你要确认你通通都有买到 因为这一档是波段持股 工资扩充新产能 明年第一季 渴望大幅度的成长 上面都有时间 有没有 左手边都有时间跟日期 可以看得很清楚 所以在1月7号 礼拜一的时候 有没有 这个盘走的相当漂亮 如同利用先前所预期的破底穿头 大盘跌破9400点 我们告诉大家 这个地方会破底穿头 启动这个牵点行情 我们股票表现相当不错 那展开贸易谈判 1月7号8号9号 不是美中展开副部长级的会议 这个美国代表前往北京去拜访 好 大家要特别注意 6278的台表科波段持股 一旦 有没有最后一句话 一旦占上40元 将启动波段大行情 有没有 1月7号就说 一旦占上40元 将启动波段大行情 1月18号 特别特别强调1月18号 为什么 1月18号是礼拜五 今天台表科 我们最看好的PCB波段组装 虽然只有小涨3% 但是今天盘面的量价关系 跟过去半个月截然不同 我有预感快有表现了 持股续报 有没有 还叫大家加油 我怕大家在这个地方没信心吧 来看清楚 这一天就是1月18号 也就是上礼拜五 今天是礼拜四 礼拜五 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今天再创波段新高 流长上影线 很多专家一定卖在涨停板 他一定跟你讲说 我卖涨停板 或者是有很多投资者 他看到涨停板 锁不住他卖掉 甚至于反手去放空 这些人 你都要特别特别的留意 他今天说过的话 跟他做过的事情 好那接下来 1月22号 其实在发动的后面 第一根第二根 我就告诉大家了 那时候还是藏红嘛 我就告诉大家 台表课昨天空单大增 2229章 劝之比达41.64 有机会出现嘎空行情 密切观察 那个家族朋友持股续报 这个地方没有 空单这两日若再拉高 那就很好 我们要赚大的嘛 所以短线震荡不用理会 因为他是波段标股 我们不做 重点我一开始想好了 我们不做短线价差 不做 我们就不做短线价差 没有 劝之比这个地方已经来到61% 你看这地方 昨天1月23号 劝之比进来到61.46 没有 41.64 47.23 61.46 没有 这个地方 空 资啊 资昨天还大减 昨天 拉长红 拉尾盘 融资竟然大减 说明一件事情 散户急着跑嘛 小赚就急着跑 融资大减 要过年了 以为赚到红包很开心 我们不做短线价差 你要跑 你就跑吧 来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这个地方 我不做短线价差 这家公司 但是他本质上就有一个从产业上来看就本质上的巨大改变 你看到下游的这些PCB的印刷电路板厂 包含像铜箔机板 包含像这个巨像 这个PCB装孔电板厂等等的上中下游全部都动起来 那做PCB的组装的这个厂 你觉得而且他在扩厂 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营业毛利率 销货收入减销成本的销货毛利 销货毛利是来自营业活动 所以营业活动的是最真实来自本业的状态 去年第四季营业毛利率7.84 第一季7.14 还有微幅往下衰退 第二季跳到10.11 你以为这个7.14跳到10.1好像没多少 但重点他的营收是有在成长 那毛利率又往上提升 代表说他的接单的状况 他的这个获利产品的组合是有根本结构上改变 才出现这种状况 第三季来到12.47 又往上做跳升 第四季还没公布 如果公布他又往上做跳升 我肯定他会再往上跳升的 所以这个地方 他是本质上 结构上有大幅度改变 如果你在这里就是进进出出进进出出 我们不屑这样做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你很有可能就是措施波段大行情 再来 这是股票 很明显 法人当靠山 这将打错 法人当靠山 有没有 外资投信自营商 有没有 1月18号 开始 发动之后 18号 37.6 是小买而已 37.6 外资跟投信 18号上礼拜五 他只有小买而已 当天涨3% 后面才开始大买 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才出现大幅度的买超 外资投信同步做买超 自营商的部分是全证 是做全证的 全证 因为投资人买全证 他必须要买进现股 投资人全证卖出 礼拜三 你看融资大减2000多张 很多投资人 包含买全证的都卖掉了 所以对方自营商 他是呈现一个股票减少的情况 但这种情况 我们更开心 因为筹码变得干净 所以股票当然会持续往上涨 从这个地方就很清楚看到 融资再创波段新低 只有1222亿 昨天又减4亿 又创近一年来的最低 所以这种情况 大家小赚急着跑 有没有小赚钱就急着跑 那个视野跟眼界看的太小 或者是套扰你想跑 因为融资套扰 他是当然想跑 因为过年的时间 他需要用钱 他担心这个国际股市 有7天的时间 还继续开盘 我们在睡觉 他们在开盘 怕崩盘 怕这个1月30号 美中贸易谈判 谈不成 1月30 游客不是要到美国去做一个谈判 才是谈不成 因为怕美股往下跌 我想是多虑了 我想是多虑了 既然这个地方 我们波段获利超过两成 今天再算上去已经接近三 已经超过三成了 已经超过三成 这个地方 你已经赚钱了 我们成本都非常非常低 都在37块附近 那上面有加码的 其实目前是远远在 价格还在远远 在我们成本之上 我们根本完全不需要担心 我们何需要考虑 要不要报股过年 我们就直接报股过年 就好了 台表科 这个是昨天的资料 支券比61% 嘎空 我们提到很多次 做股票 你要有看法 有看法之后 你要有策略 不是乱买 不是乱追 然后要执行他 有纪律的执行他 所以股票不用追 买在这个波段低点 买在起涨点之前 全市场在喊 全市场在帮我们抬轿 这个就是专业 跟不专业的差别 有些在网络上的群组 他们根本就没有 证券分析师的牌照 还敢跟人家收钱收费 一整个就是莫名其妙 还说别人 不是合格的证券投资分析人员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买对好股 你就是抱着 过年就对了 好以上 就提供给各位投资朋友 做个参考 我们的股民大家群组 是小小鼠 HCD5326J 也欢迎各位投资朋友 持续锁定我们的股民大家群组 我们明天见 拜拜